《永恒之门》第九百三十一章 再灭一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击痕 老夫必斩你 子觉老到震怒 一步登天 单手成应绝 伴着虚空一颤 他头顶竟幻化出了一轮太阳 亦是大如山月 璀璨的光芒 普照天地 每一道阳光 都宛若一道威力无匹的沙剑 不只有诛灭之力 还有极强的化灭之力 照得那片海 混乱不堪 破 破 血腥一目 随之上演 看客遭殃了 有不少都在太阳普照范围 底蕴强者 真元被罩灭 体魄被阳光劈的血肉横飞 底蕴弱者 当场成一滩肉泥 草 鬼面炎罗又爆粗口 他也是遭殃者之一 走得慢了一步 脊背被斩出了一道血盒 而且伤口极难复原 瞧那一丝丝幽光 皆是杀意 一样可画灭惊奇 要不咋说是天舞镜 一旦动了大招 那就是大动静 仅一轮太阳 照得那片海域 成了死亡境地 恍似 子觉老道成了天地主宰 嗡 赵云以弯弓搭剑 移到雷霆剑逆天上 太阳是璀璨 但雷霆剑更扎眼 一击强行射灭 还未完 子觉老道怒嚎 硬绝在变 太阳虽崩灭了 他却演出了漫天星辰 星辉比太阳更诡诀 不只有杀伤力 还能扰乱星神 正 赵云高举了龙渊 先例灌输 龙渊剑体翁颤 虚幻的剑体 无限朝天延伸 直插浩瀚的天穹 而他则握剑剧烈 搅动风云 搅得虚无电闪雷鸣 搅得漫天星辰崩灭 破 子觉老道喷血了 自开战以来 他这口老血 第一次喷得这般霸气侧漏 两个杀生大树被破 便是两重反噬 一步没咋站稳 栽下了虚天 那一幕 同样惊人 若这一招论成败 子觉老道已输了 吾不信 天舞镜嘶吼 气势又暴增 他动了镜术 眉心刻出了一道古老的符文 看得观战者唏嘘 天宗圣子太牛叉了 竟逼得一尊天舞镜动镜术 逼格何等的谎言啊 哄 赵云不语 一步踏天上 恰逢子觉老道站稳身形 滔天血煞翻滚 随之而来的 便是天穷动荡 还是一东一西 一尊天舞镜 和一尊准天镜 开了秘书的对轰 子觉老道底蕴强悍 赵云底蕴 亦是雄厚恐怖 刀芒见光 全影掌印 无风顶地砸出 没有一次碰撞 必有一片片火光于虚空上炸开 必有一层层光蕴朝外蔓延 所过之处 无意不是惊涛骇浪翻滚 咕咚 咽口水的声音 此起彼伏 天字及杀手 如鬼面炎罗 也心惊不已 时代真是变了啊 准天都敢硬干 无缺天舞了 瞧赵云这战力 即便他家门主来了 也未必是其对手 开了金发状态 逼格满满啊 破 空中又见 谢光炸开 世子觉老道叠血 挨了赵云 一道朱仙诀 被劈得横翻虚空上百丈 嗖 赵云素如惊鸿 如影随形 这个瞬间 他同力枯竭的天眼 闪烁了一道异异金光 占了这么久 终是攒够了同力 虽是不多 却足够支撑顺身绝杀 破 这道谢光 更为刺目 子觉老道方才站稳 还不等怒骂 便挨了赵云 一道顺身绝杀 右胳膊被一箭卸 了下来 本来赵云这一箭 是奔着对方 眉心命门去的 也不知子觉老道身上 刻着傻守护秘法 将此一击 强行挪开了 也无妨 丢了一条手臂 也算是重创了 丢了一条手臂 某些个杀伤大数 譬如需要双手结印的那种 子觉老道 怕是都无法再动用了 啊 子觉老道咆哮 强行震翻了赵云 此刻再去看 劈头散发的他 哪还有高高在上的姿态 惨 他被鸡痕打得太惨了 一条手臂都被斩了 貌似以战力大跌 并非所有人 都通晓长生诀 都能如赵云那般 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极尽重塑体魄 鸡痕 你该死 子觉老道咬牙切齿 眉心又多一道符文 符文刻出 他天灵盖有一道乌光 直冲天宵而去 顿得 那片天地湿了 该有的光明 变得黑漆漆一片 暗黑无界 太多人惊异 神色奇怪 暗黑无界 是一种古老传承 只有黑暗属性的人 才能使出来 便如天宗的储物霜 那是个人才 身负五种属性 其中就包括黑暗 新宗大笔石 他的一个暗黑无界 给鸡狠搞得死去活来 不曾想 子觉老道竟也有这等属性 好个老东西 藏得挺深吗 鬼面阎罗一声咋舌 黑暗中 赵云微然而立 沉默不语 这 不是暗黑无界 而子觉老道 也没有暗黑属性 只不过 在世人眼中 这片黑暗 就是暗黑无界 实则 这是一种空间的秘法 类似于血衣老祖昔日所用的暗黑摩天 需用空间之法才能破开 在云幽谷时 若非罗生门主给他渡船同利 他俩避葬在黑暗中 是他小看了子觉老道 天舞的底蕴 果然不是盖的 如这等空间黑暗 静得来就未必出得去 你是第一个 让老夫动词法的准天境 黑暗中传来了话语 是子觉老道在说 一语冰冷枯寂 载着愤怒 藏着一抹可怕的杀鸡 随他化落 黑暗的上空 多出了一轮血色的月亮 闪烁着妖异之光 虽妄得见那轮月亮 却是渴望不可及 因为隔着空间黑暗 赵云面不改色 丝毫不拒 虽已无同利 虽使不出天眼顺身 但不代表他就破不了黑暗 天结一样能破局 他有些遗憾 拖了这么久的天结 竟要用在这小场面 但如今 不用也不行了 在这片黑暗中 子觉老道是主宰 不动天结 他必死无疑 想到这 他未在犹豫 将要解封天结 然 不等他开天结 便闻苍空一声轰隆 有雷鸣乍响 闻之 他下意识抬了谋 看过 貌似不用开天结了 因为今夜雷雨 来得早不如赶得巧 纵不是天结 与钟雷 也具备天结的某种威势 这场雷雨 来得不错巧 世人也仰谋 忍不住一声干渴 谁人不知 天宗圣子是个玩雷的高手 凡有雷雨 便恍如开了挂 这一点 遭过他雷劈的人都知道 譬如大元王朝和黑龙王朝 百万大军 那得多大一片啊 该死 子觉老到贱了 脸色顿得难 看 气韵 真是个邪乎的东西 这场雷雨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时候来 天乏 雷霆万军 黑暗之中 传出了赵云阵战九霄的贺声 随话落 亿万雷霆从天而降 一击撕开了黑暗 一击打出了光明 黑暗顷刻间崩灭 连黑暗中的那轮血色月亮 也一瞬间炸毁 破 子觉老刀又喷血 一路横翻了出去 赵云杀出 龙渊急剧雷霆 又一次劈了过去 子觉老刀惨了 护体真元彻底散了 天舞级的体魄 被劈得血骨横飞 看得观战者心惊肉跳 与钟雷虽不如天节 但也霸道无品 当然 也要看是谁执掌雷霆 若由天宗圣子号令 那就是毁天灭地 大元和黑龙王朝的百万大军 就是前车之箭 此事 吾不再管 子觉老道嘶吼 步伐亮亮呛呛 此话 代表意义重大 至少 在看客们听来 是一尊天舞竟被打耸了 再不敢与击痕战 这才示弱 东海的一尊巨拨 竟也有这般低声下气的时候 哄 回应子觉老道的 依旧是漫天雷霆 都站到这时候了 哪还有霸占的道理 当真要不死不休 子觉老道怒嚎 忙慌躲避雷霆 这话给鬼面阎罗逗乐了 不杀你留着过年 不死不休 赵云淡道 一语与雷霆共鸣 威严冰冷 灵飞他们的死 让他明白一个道理 既是仇家 便不能手软 要么不杀 要么就杀个干干净净 省得日后成祸端 以子觉老道的秉姓 今日若放过 那还回来的 定是一个接一个的恶号与血解 哄 雷鸣乍响 漫天雷霆又响 顿走的子觉老道 当场被淹没 许是雷电太多太刺目 世人看不清其真行 只知雷电燃血 更有骨骼碎渣 从其中横飞出来 见此 便知子觉老道有多惨 而身为天舞镜的他 也的确能抗 竟强行跳脱出去 而后 拖着血淋淋的身躯 逃向了远方 必斩你下黄泉 赵云一声冷哼 提剑在后追杀 雨天的雷 接随他号令 走到哪根到哪 也是走到哪批到哪 每批一次 子觉老道便跌血一回 只因这场雷电 是非比寻常的雷 潜藏一种天节威势 曾渡过天节的人 体内都有这等威势残留 而鸡痕 就是这等人 普通的雷他不怕 潜藏天威的雷 就很霸道了 就无 子觉老道丝毫 一路都在呼救 观战者们干渴 莫说救了 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 就怕引雷的击痕 一击屁歪了 至于就子觉老道 没人有那个胆子 天武镜都被打成这熊样了 再往上凑 那不是找死吗 这场劫难 除了天武镜 谁敢插手啊 插手之前 也得想想后果呀 若非大仇大怨 谁会烫这趟浑水 疾痕的报复 很血腥的 看看大日王朝 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说到小日国 那四座岛屿大战 已然落幕 凡小日国强者 有一个算一个都被斩杀 是全军覆没 也是彻底灭国 而十万大夏远征郡 正在一片片废墟上 扫荡战 丽品呢 又一王朝成历史尘埃 围在这方的看客 亦是人山人海 见大日王朝被灭国 唏嘘咋舌生自不少 论魄力 还得是大夏 不打则已 开战便是彻底灭国 而且 还是在东海地盘上 强行灭国 所以说 没事少造念 报应也是一种学问 博大精深 就无 正看时 突文一声丝毫 在场看客闻之 集体测了谋 入目 便见一道血灵的人影 劈头散发 顿得亮亮强强 那 子觉老道 眼睛高的人 一眼认出 正因认出了 才全场一片震惊 子觉老道 可是无缺的天舞镜 竟被打得这般凄惨 还有 这是被追杀了吗 追杀他的人是哪位人才 待往后看 则是一片雷海 雷海之下 是提剑而来的天宗圣子 死 道抽冷气声 顿成一片 很显然 是天宗圣子 在追杀子觉老道 那小子真是太凶悍了 图了一个半残的二天师 又把一尊无缺的天舞打残了吗 事实证明 的确打残了 若非被逼到绝境 以子觉老道的身份 怎会求救 是要再图一尊天舞 若无人出手 子觉老道 今日必死无疑 谁敢出手啊 怨不得别人 是子觉老道 非要插手 议论声此起彼伏 连成了一片 唏嘘 则舌 震惊 各种神态各种友 一场战争 竟衍生出这么多大戏 天舞竟都难逃死劫 干得漂亮 大夏远征郡也出来了 格外振奋 击痕今日之战绩 前五古人 太给大夏长脸了 哄 万众瞩目下 雷电又飞舞 聚成了一道金色的雷霆 雷霆劈下 血光乍现 还在顿走的子觉老道 当场被批得不见人形 他的求救 没人回应 也没人敢回应 天宗圣子已杀红了眼 胆胆往前凑 定遭无情批杀 无缺天舞竟都被打惨了 谁上谁背面 前辈 一路好走 赵云弹道 以漫天雷电 聚成了一杆战矛 雷光刺目 划过了昏暗天宵 一毛江子觉老道 定死在了虚空之上 啊 子觉老道临死前的丝毫 是发自灵魂的咆哮 他愤怒 他不甘 他也一样悔恨 悔不该太贪婪 悔不该自诩强大 管了不该管的事 惹了不该惹的人 乃至弱得身毁毁灭的下场 第二尊天舞了 看着那一幕 世人神色正正 今日 天宗圣子大展神威 连斩了两尊天舞 这 定也是一个神话 注定要栽入史册 传承后世 哼 雷鸣声未散 漫天雷电又从天而来 而后 小日国四大岛屿便被雷电淹没 在世人的望看下 四大岛屿被生生踢得崩灭 无论电宇楼阁 山川草木 狮山血海 王昭辉煌 都在这一瞬间 沉入了浩瀚大海 自此 大日王朝彻底成历史尘埃 后面还有张杰 要晚一点 求一下金票银票 拜谢各位道友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九百三十二章 我们是来看热闹的 作者 六届三道 四大岛屿沉了 漫天雷电 也随之散了 全场竞技 全场也心神恍惚 一脉王朝传承 这就被打得覆灭了 没错 被覆灭了 而他们都是这场战争的见证者 大夏果然够魄力 大夏不发火则已 发火便是直接灭国 所以说 惹谁都别去 惹大夏龙朝 此国 有一个盖世的狠人 洪渊的威名还未散去 天宗圣子的威名便一打出来 以威阵巴荒了 至少 他们都惧怕了 鸡恒的鸣 日后很多年都会成为一个恶号 他也会如魔狱的魔君 即便葬灭八千年 一样是后世人的一个梦魇 纠缠不休 杀 万千的宁忌 因一声嘶喝被打破 世人多被惊醒 都下意识去还看四方 入目所见 便是一艘艘巍威鹅如山的战船 自四面八方冲过来 撞得浩瀚大海波涛翻滚 每一艘战船 都立满了人影 每一艘战船 都屹立着一杆忽烈烈的战旗 每一杆战旗 都代表着一方势力 除此 空中的飞行坐骑 也是一片连一片 达老远一瞅 那就如黑色云彩 演了月光星辉 是援军 是小日国的援军 论阵仗 也的确不算小 这般联合起来 真就是军队的威势 细数一番 足有三五十万之多 地藏竟一抓一大把 准天也不在少数 气息相连 已聚成了一种事 在场大多数人 都被撞得站不稳 鼓动 莫说小辈 连老辈 都暗自吞了口水 不可否认 小日国的盟军 真探娘的多啊 更多人则是一眼邪士 盟军是多 阵仗是浩大 但没啥调用 大日王朝都被灭国了 黄花菜都凉透了 连天武镜都被打灭两尊了 你们才过来 确定是来救援的 还是说 是扎堆跑来看热闹的 不过想想也对 各大势力距离太遥远 赶来也需要时间 也怪大夏军队太强太凶悍 趁这时间 就把大日王朝收拾了 顺便 天宗圣子还图了两尊天武镜 在场的小伙伴们 都是见证者 说话间 各大势力已杀到 人太多 阵仗也太大 他们真把四面八方 都堵得严严实实的 连看客们都被挤到了外面 只剩大夏远征郡 被围在了那血色海域 不妙啊 大夏强者皱眉 脸色都很难看 十万远征郡战斗力是强悍 但与小日国斗战 都已消耗不少 再来一场大战的话 怕事实 不出巅峰战力 更遑论对方阵容还很大 真要硬拼 会伤亡惨重 而他们这些个 起码有九成以上 要交代在这片海域 毕竟 他们是被围困 并没有巍峨的城墙巨手 亦没有阵法和结界做守护 偏偏 雨天的雷散了 偏偏 击痕戒步的雷威了 说到赵云 是最淡定的那个 只提戒尔利 威然如一座风碑 神色古井无波 脸庞难见情感 真要开战 他不介意开准天的天节 这就被灭了 各大势力已站稳脚跟 却是一连猛 去看那片大海 空空如也 哪还有什么大日王朝 他们以为 来得已够快了 不曾想还是没赶上 抵运雄厚的王朝 竟被灭国了 大夏龙朝的这支军队 战斗力是有多强悍 这打得也太彻底了 先前杜天武天节者是谁 一方势力统帅问道 大日王朝的二天师 一老头凑上前 小声嘀咕了一番 完了 他又给人补上了一句 但击痕顶着天节 强行将其击杀了 这 在场各大势力 集体震惊 难以想象 二天师死时 该有多惆怅 进阶天武和被人诛杀 竟是在同一天 纵观各国历史 这般尴尬的天武 该是独一份吧 顶着天节杀人 这么强 各势力看赵云的眼神 都满含着忌惮 这才哪到哪 善解人意者 把子觉老道的事 也说了一遍 好吗 各方又被惊了 杀一个半残天武 他们还能勉强接受 但子觉老道 可不是三流货色 那是渡过天节的 是一尊无缺的天武 竟也葬在了 姬痕的手中 如今的天宗圣子 已是这般恐怖了吗 留着是祸端 姬痕必须死 各势力统帅的谋 都闪射了金光 他们怕了 怕了赵云的天赋和潜力 准天境都能图天武境了 若是让他禁接了天武 那还了得 如这样的人 要么拉拢 要么朱砂 想到这 各方统帅都抽出了杀剑 今天是个好日子 大厦给他们送了一块肥肉 整整十万大军 还有大厦扫荡的大日王朝的宝物 也是一块肥肉 但即便十万大军 即便王朝财物 也比不上姬痕一个 仅七零兽 就无法估计价值 还好 他们此番拉来 得阵容足够庞大 大厦十万军队又如何 击痕图了天武又怎样 四方一涌而上 妥妥的群殴 期间再召唤一些盟友 这些人 一个都别想走出东海 又有好戏 看客们站的笔直 一个个都谋光异议 大日王朝被灭了 两尊天武净被屠了 但这事儿貌似还没完 这些个迟来的援军貌似要捡现成的 欲蚌相争 他们要渔翁得利 给我 各方统帅揭挥剑 咬指了那片海域 然 不等他们那个沙子说出 便闻一声雷鸣 没错 又是雷鸣 听闻这声响 世人都一阵心颤 见识了天洁的霸道 逢闻雷声便想撒尿 事实上 那不是天洁 上苍今日貌似很闲 雨天的雷刚散不久 又来一场 莫说世人 连赵公子都下意识去看了一眼天空 都准备开天洁了 这声雷鸣来得他措手不及 来得不早也不晚 正正好 但即便是雨天的雷 也足够使人来精神 雨天的雷也是雷 劈下来也是很疼的 所以说 这场大战会变得有意思 大下落下风 但若加上一场雷 某人就要上天了 若雷电够持久 就这三五十万大军 都不够他一人劈的 看得方是脸 那个脸啊 那叫一个黑啊 他娘的 还有这操作 不错 大下强着脸上的阴霾 瞬间散了得干净 笑得那叫一个乐和 就说嘛 天时地利人和 他们总得站一个 而这场雷电 若被某人运用 堪比百万雄兵 那谁 你方才说啥来着 黑玄老道盯住了一方统帅 那方统帅还保持着挥剑咬指的姿势 张着的嘴也还没闭上 而那个沙子也因突如其来的雷 而生生憋了回去 给我看 各家统帅其后的一语 出其的一致 一个给我看三字 豪得霸气侧漏 看 看啥嘞 看热闹呗 总比那个沙子听着顺耳 扑吃 鬼面阎罗被逗笑了 一个即将脱口而出的沙子 硬生生地被换成了看字 就他娘的 不怕闪了舌头吗 不怕 这 会是各方统帅的回应 闪了舌头 总比遭雷劈强 被逗笑的 不止鬼面阎罗 还有人山人海的看 可 各方的统帅 都他娘的太机智了 我等 真是来看热闹的 众统帅呵呵一笑 上一瞬还凶神恶煞 这一秒 都满脸笑容了 任谁看了 都是货真价实的老好人 连手中的剑 都很自觉地塞回了剑鞘 很显然 今日不宜装逼 装逼就得遭雷劈 东海多人才啊 大夏强者语重心尝道 这脸色变得他们猝不及防 想想也对 得亏变得及时 不然 一顿雷劈会教他们做人 赵云为言语 迈开了脚步 他为引雷 也为用雷电弓阀 并非信了各方统帅的鬼话 而是他状态 不怎么好 许是因顶着天节 强杀天舞的缘故 他金发的状态 维持不了多久了 此状态一旦散去 便会堕入极度虚弱的状态 这 是有前车之鉴的 那一次 若非妙语杀出 他早被鬼脸邪念诛灭了 所以说 得赶快走 一旦散去金发状态 即便能借雷威 他也使不出多少威势 这里并非他一人 他得为大夏远征军负责 跟上 身后 龙飞和大夏强者们 纷纷跟上 而各方势力也自觉 很默契地让开了一条路 不想遭雷劈 就得让放击痕他们走 有雷助威 他们拦不住地 早走早放心 免得击痕又突然变卦 赵云是没变卦 可变故 却有一个 啥便过了嘞 轰隆隆的雷电 竟他娘的散了 哎呀 各方统帅剑枝 又把剑拎了出来 各方势力让开的道路 又很自觉地堵上了 一副动作 很好地昭示了一番话 雷都没了 你还牛什么牛 我这小心肝啊 鬼面炎罗 下意识捂了胸口 今日的上仓 是有多闲哪 竟拿雷电搁着扯淡 一会儿一个大反转 一般人可受不了 如他这般 看客们也多有五胸口者 一场雷电不要紧 很可能湿山血海 一会儿来一会儿散的 很惊悚的有目有 这就是扯淡了 大下强者一声暗骂 骂的是上仓 好歹让我们出去啊 争 又是剑银声 各方统帅插入剑翘的杀剑 又争的一声出鞘 笑容随之散去 又换成了凶神恶煞 没有雷电 还怕个鸟 哄 又是雷鸣声 响彻九霄 这声雷鸣 惊颤了所有人的心灵 这不是雨天的雷了 是真正的天解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九百三十三章 全身而退 作者 六界三道 哄 哄隆咚 虚空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一股让所有人都站立的威压 笼罩了天地 老辈们见了 脸色煞白 小辈们见了 浑身上下打哆嗦 这 各方统帅剑枝 集体一阵尿颤 这不是雷雨了 这他娘的是天结吧 谁的结 骂声顿起 今日 这片海域堆了足有七八十万人 在这开天结 是想一块热闹热闹吗 不想死 便闪开 赵云淡淡道 步伐未曾停下 没错 是他的结 解了一丝 又忙慌封印了 在一定时限内 开天结又封天结 无甚大碍 但若时间久了 强封天结 必遭反噬 他的分寸 拿捏得很好 只三五顺息 便又封了天结 威慑一下便好 他可不想在这把天结浪费了 但 若对方非要找刺激 他也不介意 一块乐呵乐呵 一句话 他要带着大夏远征军 全身而退 哇擦 极狠的结 他竟然还没渡天结 没渡天结的准天 就斩了两尊天舞镜 封印天结 他是如何做到的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有天结这个王牌 赵云一语 激起千层巨浪 现场又议论声称一片 诧异 择蛇 唏嘘 震惊 嘈杂不堪 有那么些个人 已在下意识后退 就怕积横封不住天结 那就是集体遭雷劈了 好小子 真有你的 大夏强者的神态 又一次变幻 上一瞬阴霾笼罩 神色凝重 这一刻 又喜笑颜开 格外亢奋 有着底牌不早说 害我们担惊受怕 而神色最精彩的 还是各方势力 嘴角来回的抽搐 他娘的 这一会儿功夫 鸟枪换炮了 雨天的雷散了 竟来了天结的雷 而且 还是积横的天结 那货手段不低啊 竟能封天结 那货藏得很深啊 竟还有这等大招没用 呃 呵呵呵 四面八方 又是一片笑呵呵的声音 耸了 各方统帅又耸了 抽出的剑 干脆扔地上了 我等 真是来看热闹的 这一番话 不知惹了多少白眼 这不是原居 这是一群逗逼啊 典型的欺软怕硬 有雷电 就笑呵呵 没有雷电 就凶神恶煞 事实证明 没几把刷子 还真镇不住他们 事实也证明 天宗的圣子 是一个好老师 今日 正儿八 惊得给东海的小伙伴们 好好上了一刻 哄 哄隆隆 又一次 赵云解了一丝天结 别看是一丝 但那动静 丝毫不若天舞及天结 解了之后 他又很快疯了 但这一波操作 却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警告四方 麻溜地闪开 不然 就别怪老六不讲武德了 闪开 各方统帅忙慌下令 也无需他们废话 自家强者已很默契地 让开了一条路 天宗圣子是个疯子 把他惹毛了 那就不是死一两个人 那般简单了 这回 再没有意外 赵云提着堂写的龙渊 一步一轰隆地朝外走 身后 大下强者紧紧跟随 那 是一个极为讽刺的画面 三五十万的大军 给鸡痕等人让路 愣是没一人敢动 非但不敢动 还躲得远远的 就怕击痕拿天杰吓唬他们 就怕吓唬之后 真请他们吃一顿雷劈 万众瞩目下 大下远征军 安全走出包围圈 也是万众目送下 大下远征军 渐行渐远 没人敢跟上去 也没人敢往前凑 呼 直直看不见他们的背影 看客们才松了一口气 各家的统帅 则多在擦汗水 得亏够机制 没有上去硬钢 若脑子一发热冲上去 那就惨了 梁九 世人都意犹未尽 走了 大下十万军队走了 在东海的地盘上 灭了大日王朝 图了两尊天舞 竟还全身而退 这在历史上 也是没有先例的 梁九 看客才散去 心神颇不平静 今日 果然没白来 见了一场灭国战争 见了一场天舞天节 见了两尊天舞被灭 也见了东海各族鲨鱼而归 这一个个精彩的大戏 千年都不见得有一回 而身为主角的天宗圣子 很好地用铁鞋的手腕 向东海招示了一个真理 犯大下者 虽远必诛 经此一事 怕也没人敢轻易招惹大下了 连大日王朝都被灭了 谁还没事找乐呵 走 各大势力也陆续退出 怎一个尴尬了得 大劳远跑来 盟友没救成 连一点油水也没捞到 还被击痕一阵好吓唬 综上 这趟白来了 一场战乱 就此落幕 映着暗淡星光 大下远征军一路飞驰 虽都有伤 却都笑得开怀 此一战 可谓大获全胜 此 一战 也收获颇丰 不止灭了小日国 涂了两尊天舞镜 还扫荡了颇多修炼资源 最主要的是 让东海长了个记性 没事别惹大下龙巢 破 行至一片海域 赵云惊发的状态散了 瞬间虚脱 一口鲜血狂喷 当场昏厥 从虚空栽了下去 击痕 龙飞忙慌伸手 接住了赵云 老辈们上前 一眼便知端倪 知道那金发的状态 有霸道的反噬 如今虚弱到极点的击痕 就是很好的证明 难怪 难怪先前击痕不开天结 坑杀四方 缘由竟在此 知道状态不佳 才想尽快离开 若各方势力 铁了新的应战 那他大下远征郡 包括击痕在内 都走不出东海的 所以说 这小子唬人有一套 没有超高的演技 还真就唬不住四方势力 走 黑玄老道当即下令 远征军速度猛增 鸡痕晕绝了 短时间内难有战力 也便是说 短时间内 没有天结威慑 得尽快离开 可不能再被堵着了 啥 大下挥兵东海 啥 大日王朝被灭了 啥 击痕一日之间 连途两尊天舞 这个夜 并不平静 东海一世 在一夜之间 传遍四海八荒 但凡文之者 皆一阵骇然 特别是各大王朝的皇帝 听闻消息时 酒杯都没拿稳 连夜下了撤兵命令 将与大下边关对峙的军队 全都撤回了自家边关 这一夜 各国皇帝彻夜未眠 叹息了一夜 今后很多年 他们都不可能 拿下大下龙朝了 一个能图天舞进的击痕 就足够他们忌惮了 有一个准天天结还没堵 这就是一个威慑 即便没有天结 哪怕是雨天的雷 在击痕手中 一样是毁灭的 有这么一个变故 那还打毛线 宋修战书 夜里 各国皇帝都下了这么个命令 不打 不与大下干仗了 守好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就好了 大下威武 大下境内 如这样的私喝 想满了昏暗的夜 举国振奋 大下远征军太长脸了 一战名扬天下 备酒 龙战亲自下令 一笑酣畅淋漓 大下需要备酒 来迎接远征军的归来 他要犒赏三军 热龙的气氛 龙墓整个大下 太多人聚到东海边缘 只为等待远征军 然 等了足半月 也未见 远征军归来 这让大下子民 一脸的猛 算算时间和路程 也该回来了 难不成迷路了 别说 还真就迷路了 这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海域 映着月光 海面波光零零 还有雾气缭绕 海域的深处 有一座庞大的岛屿 虽是草木聪裕 却无人居住 而今夜 这座岛屿 却迎来一大票人 没错 是大下远征军 戒备 黑旋异雨 颇有威严 远征军中 颇多感知型的午休 随之散开 或立于山巅 或藏匿于山林 或用飞行坐骑盘旋须空 窥看着四方 他们迷路了 走着走着 就不知走哪去了 只知还在东海 却迷了方向 直至这片海域才停留 这哪呀 一众老家伙拿着地图 看了又看 也没辨认出这事啊 特别是黑旋和白旋 格外上火 如这等诡异事 他们已撞过一回 先前去东南边关街赵云 稀里糊涂就入了一片沙漠 被困了好几个月 这一次 那昔日和其相似 虽不是沙漠 但至今都没瞧出 这究竟是啥个鬼地方 转悠了大半远 也没走出去 先在此安顿 速速疗伤 看过 白旋老道深吸了一口气 说着 还不忘 看了一眼不远处 那有一棵老树 鸡痕就在那 许是太累 也许是反噬太强 已昏了足半远 至今还在沉睡中 睡得还格外香甜 躺在美女腿上 睡 能不香甜吗 而那个美女 自是大夏龙飞 像一个温柔的小媳妇 不断为赵云拨开凌乱的头发 轻轻抚着她的脸庞 欲替她扶去所有的伤 鬼面阎罗也在 见这一幕 又从怀中掏出了小本本 一番龙飞凤舞 也不知写了一句 啥 写过 还语重心长地捋了捋胡须 我说 你哪家的 黑玄白玄来了 一左一右地揣着手 上下扫梁鬼面阎罗 确定不认的这货 这货貌似也不是大夏远征军中的一员 却跟了他们一路 一路上也没干啥别的事 却总拎着一个小本本 来回溜达 我是他二大爷 鬼面阎罗 意味深长道 说吧 他就后悔了 为吗后悔嘞 只因黑玄和白玄看他的眼神 不怎么正常了 咋看 都像看自家的侄儿 这么看 也没毛病 论辈分吗 黑玄白玄乃赵云师祖 鬼面阎罗太不机智 偏偏来了一个二大爷 可不就比这两位低一半吗 见了面 是喊叔叔呢 还是喊大爷呢 第五章 今天没了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九百三十四章 吴明海 作者 六界三道 耶 东海 无名岛 十万大厦远征郡再次落脚 月下篝火通明 各有各大的事干 眼神好使的 多是三人一组 登陵山巅 手握着望远镜戒备四方 赶之行的午休 自已有安排 潜藏于茂林的深处 是所谓暗哨 就这 空中还有飞行坐骑盘旋 总的来说一句话 就怕被人察觉 毕竟 这还是在东海 时刻都有被围的可能 还是也味香 岛上 场面不是一般的热闹 不少人下海扑腾 逮了不少大鱼 趁着月色 配上几口小酒 美滋滋 伤者自视有 加之半月奔行不息 伤得更重 多在盘膝疗伤 不担心疗伤的灵药 这一战 在小日国扫荡的修炼资源 完全够用 需在最短的时间内 恢复巅峰状态 搞不好 还会有几场恶战要打 这珠子不错 归我了 哇擦 这是冷月寒刀吗 此剑 老夫甚是喜欢 都别跟我抢 不少老家伙扎堆 将扫荡来的宝物规整 再按人头分配 至于剩下的 等回去上脚国库 老实说 也没剩下多少 上脚国库的 多三留货色 出来一趟不容易 舍生忘死 那得留几样好宝贝 十二 愿你在天有灵 丛林深处 楚家人在岛上立了墓碑 自是无双的墓碑 碑前摆着二天师的头颅 还洒了一片灼酒 是为祭奠 东海一行 他们灭了小日国 也算给这个孩子报血仇了 我说 这是个啥 岩石上 黑玄抱着个奇怪物件 看了又看 所谓奇怪物件 乃一铁匣子 四四方方 刻着四神兽图纹 黑布溜秋 极为坚硬 也是从小日国扫荡来的 但就是 不知是个啥 鬼晓得 回话的是白玄 说着 他还不忘策谋 瞥了一眼不远处的小树林 那片树林 该是岛上最清净之地 方圆百丈内 就只有两人 一为姬痕 一为龙飞 要说 姬痕也真够能睡的 半月了还不见醒来 要说 龙飞也够善解人意 就怕姬痕睡不好 用腿给他当枕头 事实上 赵云并非伤重 即便是疲惫 睡半月也该醒了 之所以还未醒 是血脉缘故 这一点 龙飞已看得真真切切 若所料不差 是天结缘故 赵云被动硬天结 乃至血脉力量被激发 这 算是一个好事情 后天血脉之人 本源与体魄 会有一个融合的过程 而赵云 此刻就 在这个过程中 当为一个蜕变 沉睡中融合 最合适不过了 他俩在里面 不会出问题吧 黑玄跳下了岩石 随手还收了铁匣子 相比铁匣子 他貌似更关心 小树林里的动静 能出啥问题 白玄拿着烟杆 深沉地吐着烟圈 来前黄飞说了 让俺们把公主看好 这若破了 回去咋交代啊 还能咋交代 给孩子起名字呗 这靠谱 老夫喜欢看龙站那张大黑脸 俩人你一言我一语 嘀嘀咕咕没完 大半夜的 也是闲得蛋疼 哪都不去 就在这片小树林外 转来转去 时而还趴在草丛的深处 往里瞅一眼 说好的干柴烈火 等了一晚上 咋就没动静来 看过 某人还在睡 并非所有人 都如他俩这般不正经 更多老辈则聚在一块 一张张地图摆了一地 有大厦带来的 也有从小日国扫荡的 虽不完整 但拼起来囊括的海域 也极为辽阔 但看了大半夜 也没看出个所以然 至此 也都不知他们此刻 究竟在地图上哪个位置 这个路 迷得有点不着边际 自修武道 还是头一次 撞上这等诡异的事 深夜 才见赵云醒来 徐师睡太久了 刚醒来有点迷糊 正因迷糊 他才正正盯着星空一直地看 醒了 龙飞轻语一笑 脸颊微红 赵云晃过神 这才发现 是躺在公主腿上睡的 难怪沉睡时 能嗅到一抹抹的女子香 以为是做了一个美梦 不曾想这笔梦还没 我睡多久了 赵云忙慌作起 不多不少 半月 龙飞轻语一笑 半月 赵云听了皱眉 还看了一眼四周 半月应该早出东海了 这他娘的是什么鬼地方 迷路了 迷路 走着走着 不经意间就到这片陌生海域了 我们前前后后 已在这转了好几日 就是出不去 龙飞三言两语 简单解释了一番 怎会如此 赵云未多化 脚踏紫金靴 一步步扶摇直上 直至岛屿上空 才默默驻足 穷尽了 目立环看四面八方 入目所见 皆漂流的海面 目月光波光零零 时而有波涛方翻滚 掩映在西薄云雾的深处 他确定 这地方他没来过 想想也无甚毛病 东海辽阔无边 即便是久居东海的老前辈 也不敢保证哪都去过 保不齐走着走着就丢了 迷路的事比比皆是 空间变动吗 赵云一声难语 只能想到这个解释 不然 也不可能走到这里来 而且还怎么走都走不出去 最后看了一眼 他才从天而下 楚无双的那座墓碑前 他默默定身 楚家人都在这片天地 都坐在那一言不发 眼角都挂着泪痕 有属楚家老祖 今夜光颇显苍老 看他时 也只露了一抹牵强的笑 赵云默然 愧疚洗满心境 长久以来 是他大意了 就该早早将无双肉身 送到千秋城去 也不至于被二天师毁掉肉身 没有了完整肉身 即便他寻到长明灯 也就不活他了 同样的愧疚楚家人也有 都是他们没有守护好 我会救你 还是这句话 赵云如今还在说 长明灯的路是断了 但成神的路没有断 若他有月神的修为 多半会有一种无穷的伟力 可去那阴曹地府 去请回楚无双的魂魄 这条路 会无比漫长 但他会一路走下去 至死方休 这个夜 比想象中更漫长 赵云找到黑玄白玄时 那俩货正已在树下打赌 听闻声响 才缓缓开了谋 不知为啥 老脸有点黑 黑得赵公子有点莫名 想想 这俩老货 该是很记仇 在天宗时 他曾把这俩人挂树上过 事实上 人黑玄白玄 并非因此而脸黑 而是八八等了大半夜 小树林中啥动静都没有 那可是大夏皇族的小白菜 该拱就拱啊 可找到一个铁匣子 赵云不废话 直说来意 没有 两人揣了手 干脆扭过了头 不咋愿意搭理这货 不搭理好说 这有歪脖子数 但闻杀猪时的惨叫 俩人被挂在了树上 待众多老辈闻声过来时 恰见他俩随风摇晃 干得漂亮 众人无言语 可神态代表一切 迷人不说暗话 他们老早就想这么干了 奈何这俩辈分太高 身为小辈的他们 都不咋好意思下手 还是天宗圣子尿性 说挂就挂 还给人 打猛了过去 睡觉都呲牙咧嘴的 不晓得做了多少噩梦 五个了 老树下 赵云怀抱着铁匣子 狠狠吸了一口气 先前猜得没错 小日国真有八步浮屠 被众老辈扫荡了过来 加上千秋成的五个 还剩下三个 一再狮族 一个火龙族 一再血衣门 狮族的老巢在哪 他并不知道 但火龙族和血衣门的老巢 都在南域 那片海域 他还会再去 不止未寻八步浮屠 还得将公孙家 葛家 火龙族一并覆灭 得用他们的鲜血 祭奠领好兄弟 在天之灵 这事儿 还需从长记忆 若是可以 他不介意带着远征军杀过去 计划精确 可全身而退 这会是一个极其冒险的举动 毕竟 南域行事 比东海更复杂 不能鲁莽行事 我很好奇 你与门主 是银河结下的盟约 悠悠话语响起 鬼面阎罗 不知从哪冒了出来 即便过了大个半月 他还是脸色苍白 看左边的袖子 以空落落的 硬战天舞 是被子爵老道斩掉的 不可说 赵云淡道 狠狠深吸了一口气 就不能提门主 听见这俩字 就会不自觉地想起 云幽谷的那三天三夜 以及那无比销魂的叫声 也不知那娘妈跑哪浪去了 他还想找其聊聊 聊聊联盟一事 若是可以 便多借些人手给他 他好去难预搞事情 七 没问出答案 鬼面阎罗不由撇嘴 都并肩作战过了 还整得这般神神秘秘 难不成 你俩 是在床上劫的萌 来 传你一部秘法 赵云说着 随手拿了一部古卷 自是改良版的麒麟诀 顺便 他还找小麒麟 借了一滴麒麟血 鬼面阎罗够义气 为牵制子爵老道 而丢失了一臂 总得帮人重塑 鬼面阎罗自不客气 伤得那般惨 总得给点好处 看过 这丝的眸子 瞬间变得赠光瓦亮 世间竟还有这等秘法 竟能重塑更霸道的手臂 还算你有良心 这丝留下一语 转身没影 他走后 照云盘歇而坐 被动映了一场天结 果是机缘颇多 愈合了体内暗伤 还激发了血脉和本源融合 这半个月来没有白睡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935章 出不去 作者 六界三道 清晨 和煦阳光 倾洒无名海 赵云早早起身 老辈也纷纷聚拢 歇洗一夜 各个精神异议 除了黑玄白玄 俩人老脸漆黑 其他人都荣光满面 看赵云的眼神 已与先前大不相同 连途两尊天舞 此刻再无人质疑他的能力 此番东海一行 若无天宗圣子挂帅 大夏远征军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说 威名都是打出来的 想得到人的尊重和敬畏 还得拿实力说话 商议后 不少人出岛屿 或三人一组 或五人一队 各奔一方 侍卫寻出路 也为探查这片海域 一天不到大夏 危险便不会解除 至于剩下的人 则留守无人倒 赵云自也不闲着 与龙飞直奔一方 呱 大鹏展翅 滑天过 两人接手握望远镜 一路走一路看 所见接大海 波涛汹涌 找了大半天 连一座岛屿都不见 给人的感觉 便是浩瀚辽阔加空旷 其他人 亦是这等遭遇 如此 又是半月悄然而过 无名海平静 大夏龙巢却着急上火 算算时间 一个多月了 莫说奔行 爬也该爬回来了 却至今 不见远征郡 连个消息都没有 待时间久了 一种不祥的预感 龙目了所有人心境 不觉以为 他大夏远征郡 在回归的途中 遭了可怕的变故 乃至全军覆没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龙湛亲自下令 亦是坐立不安 何须他说 大夏情报王也全体出动 不知多少探子派入东海 出没于东海繁华之地 并非搞事情 是找远征郡 哪怕是消息也行 奈何 至今无结果 莫说人意儿 连个消息都没 大夏不捡 东海 南狱 和各大王朝也都不减 十万人的大军 还能走丢不成 在他们看来 被灭的可能性很小 看远征郡战斗力 若非战力绝对压制 谁能再不走落 半点风声的前提 尽数打灭 正因如此 此事才颇为诡异 好端端的 十万军队人间蒸发了 你说 会不会大夏放的遗物 故意麻痹我等 不排除这可能 搞不好 远征郡 还在东海某个角落猫着呢 如今八大王朝已休战 外患已除 大夏能腾出手 挨个收拾小虾米了 当真如此 那某些势力 怕是要遭殃了 月下的东海 颇不平静 义润声此起彼伏 相比远征郡走丢 世人更愿意相信 远征郡 藏在东海某角落 养精蓄锐 时刻准备偷袭 凡惹过大夏的 都有遭功法 的可能 于是乎 太多势力和家族 都如坐针毡 于是乎 太多势力和家族 派了人入了大夏龙巢 并非搞事情 是搞和平外交 签一个休战的协约 就想让大夏 给远征郡下个命令 没事就回家吧 别他妈在东海逛有了 逛得俺们 都睡不着觉了 龙战对此 颇感无奈 他是大夏的皇帝不假 但远征郡貌似已超出了他掌控的范围 他连远征郡此刻 再哪都不知 下命令有调用 但东海个势力不幸啊 三天两头的派人 每一次都不空手来 就想大夏给一个痛快话 乃至于 大夏没等到远征郡 倒是接了各大势力 不少西式珍宝 这与昔日相比 真诚强烈反差 遥想八大王朝 联合攻伐大夏龙朝时 不知多少势力趁火打劫 其中有属东海最多 南狱也格外不老实 谁让那时大夏战火连天呢 能否守住海两说 哪有余力搭理他们 暗中不知丢了多少财物 近两年过去 近况大不一样 没人会想到 大夏竟是能扛住八大王朝的围攻 不止扛住了 还让八国主动送了修战书 强如王朝都耸了 更莫说是个大势力了 造成这个局面 赵云功不可没 问问东海各族 是怕远征军 还是怕击痕 再问问各大王朝 是怕军队 还是怕天宗圣子 答案是肯定的 多为第二者 要知道 那或手中还握着王牌呢 天宗圣子的准天及天节 可不是闹着玩的 即便没有天节 也还有雨中的雷 一样霸道无品 对此 大元和黑龙王朝深有体会 除非疾痕不想杜劫 除非这世间不再打雷下雨 否则天宗圣子 时刻都可能成定时炸弹 保不起哪天就炸了 他一人之力虽小 但若借了雷威 比百万雄兵还吓人 所谓的威慑 就是这般来的 行事比人强 大夏又强势崛起 不休战能行吗 又是夜 无名海风平浪静 目着月光 赵云踏海面而行 一路走一路看 龙飞身姿偏仙 默默相随 自来了这片海域 已被困在这有一月 这一月来 他们走走停停 也是兜兜转转 就是走不出去 恍似 这片海域就是无限大 赵云眉宇微皱 眸中时而闪射深邃之光 而今夜的大夏龙飞 就显得格外活泼了 不经意的几个瞬间 会像一个不安适适的小姑娘 用真元勾勒一条条绚丽的弧线 时而还侧眸 看一眼赵云 被困在这 貌似也没什么不好 无名的海域 清静幽寂 无尘事喧嚣 无纷乱战火 最主要的是 赵云也在 真想陪他这般一直走下去 直至天荒地牢 某人就不解风情了 一路都在环看四方 走到哪看的 一门心思的要出去 给秀儿急的呀 这一般浪漫的场景 就没点别的想法 不久 两人寻到了一座岛屿 这 是他们被困这片海域后 所见的第二座岛屿 比无名海还要大一圈 明明草木繁茂 灵气浓郁 却是不见丝毫人影 转变了岛屿 也未见人之足迹 一片湖泊前 赵云微微定身 走上了一座岩石 随手拎出了酒壶 还在左瞅右看 最后 目光才放在了星空 想凭星象找端倪 我想在这沐浴 龙飞一语轻笑 要不 要不 我陪你一块血 赵云一边看星空 一边随口说了一句 好啊 嗨嗨 看吧 某人也就过过嘴瘾 真到关键时刻 比谁都怂 一口气没喘顺 还被酒水呛得眼泪汪汪 我去别处转转 赵云一声干咳 还真叹娘的走了 月神见了 除了一句有此徒儿 也没啥想说的了 姐又不会吃了你 龙飞斜了一眼 轻轻吞下了一群 富匪归富匪 失落感还是有的 是我长得不够美吗 还是说 你对女的不感兴趣 该正经时不正经 不该正经时 你咋就那么正经来 水花声很快响起 湖水清凉 美女沐浴的画面 还是很香艳的 可惜 某人不懂珍惜 真就跑了个没人的地儿 哥娜独自欣赏月色 不对 她的一声难语 只她自个儿听得见 啥不对呢 这片海域不对 这应该是一片空间大世界 他们之所以走不出去 是因这片空间世界 相对他们而言 是时刻移动的 只不过 他们未感觉到罢了 这与佛土 貌似有一曲同工之妙 先前他们走不出佛土 如今貌似也走不出 这片诡异的空间世界 看破了这一点 她又开了天眼 穷尽目利望看 星空 既是空间世界 那么星象或许有所显示 看了两久 她才轻轻摇头 此空间界 与星象没半点关系 这就很没头绪了 自醒来后 已转了半个月 连一处纹路都未察觉 由此可见 这片空间世界 是完整无缺的 没有超高的眼界 没有超越天舞的修为 根本就找不出破绽 啊 正看时 突文龙飞一声惊叫 赵云忙慌收谋 如一道惊鸿 横穿山林 刚到那片天地 便见龙飞出湖泊 浑身湿漉漉 一丝不挂 映着皎洁月光 洁白无暇的洞体 还闪着眠缘的光泽 来得早不如赶得巧 赵公子一眼看了的全套 逢这场面 她的某个鼻孔 就格外的不争气 总有一股暖流躺意 so 龙飞忙慌俯首 蒙了一件外衣 脸颊的一片飞红 瞬间蔓延到了脖梗 待将全身舞得严严实实 才斜了赵云一眼 可看够了 这是个误会 赵云忙慌埋头 只顾擦鼻血 而这个误会 她说得颇有底气 若非你瞎扎唬 我会跑过来 说到扎唬 她还随口问了一句 啥情况 这湖中 有东西 龙飞说着 还朝赵云这边挪了挪 赵云闻之 下意识看向湖泊 以天眼窥看 未见有异样 未多想 她一个水盾清空了湖泊 别说 下面还真有东西 准确说 是一个人 更准确说 是一个女鬼 身穿烟红血衣 披头散发 双手抱着双膝 搁那安静静坐着 简直 龙飞眼神奇怪 就说吧 下面有鬼意 喜得正惬意 突厥有人摸她脚 女鬼那只手 真个冰冷彻骨 此刻想想 还倍感凉意 赵云则双目微眯 她不是没见过鬼 但如此可怕的鬼 还是头一回见 能避过她感知 能躲过她窥看 便知道行不浅 以她之眼界 不看不清其尊荣 只知这只鬼很恐怖 给她的压抑之感 竟还更甚血尊 前辈 龙飞清纯微起 下意识喊了一声 女鬼真就有回应 缓缓抬了眸 凌乱的秀发 演了半边脸颊 即便是半边脸颊 也看得赵云一脸猛 同样一脸惊愣的 还有龙飞 这人看着咋这般面熟嘞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936章 真与假 作者 六界三道 斑波惹 龙飞欲口微章 亦神色正正 她以为看错了 可即便只有半张脸颊 她也一样能一眼认出 这女鬼面容 与天宗弟子波惹生的一般无二 这点眼界她还是有的 魔后 赵云则难语 双目近乎微眯呈现 那张脸颊 连龙飞都能认出 她会认不出 正因认出了 她才一头雾水 世间 竟还真有如此相像之人 还是说 这女鬼与波惹或魔后 有奇怪的联系 女鬼不语 看了一眼便又埋首 也是同一瞬 她幽默地抬眸 无视龙飞 只看赵云 更准确说 她是看赵云手指锁上 戴着的那颗魔戒 看了魔戒 她那死一般沉寂的眸 进入了一抹迷茫之色 她生前似见过那戒指 对 她肯定见过 赵云双目微眯 知道女鬼在看啥 在看她手上的魔戒 这枚魔戒 得自音乐王种 却是第六魔将之物 但寻其根源 是所属不灭魔君 苍穹与她说过 此戒虽非魔君锁链 却所属魔君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女鬼在看魔戒 加之她与魔后 般若生的一模一样 这就很有考究了 搞不好 这位真与魔君 魔后和般若 有莫大关联 想到这 她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 前辈可认的魔君 魔君 女鬼竟然开口说话了 她的声音也如她的面色 死一般的哭泣 恍似是一抹来自地狱的幽音 寻不到一丝人之情感 赵云没啥 倒是身侧的龙非 郊躯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寥寥二字 让她寒冷入骨 可见女鬼道横有多高 赵云目不挟视 女鬼对魔戒有反应 便证明 她的猜测 有几分道理 如此 还得加把劲 她又问了一句 前辈可认的魔后 她问得平淡 龙非却不明所以 问了魔君问魔后 这是几个意思 她想不通就对了 因为很多古老秘星 一般人都不知道 便如般若 便如魔后 便如魔君和佛土的恩怨 纵千秋成的人 也不是谁都有资格知道的 魔后 魔后 看女鬼 就有点魔障了 也不知她是没有清醒意识 还是思绪堕入了沉眠 赵云和龙非望看下 她一人自言自语 每说一句 神色便迷茫一分 我就是魔后 至最后 她才给赵公子来了个惊喜 赵云懵了 大夏龙非也懵了 确定没听错 但这不对吧 魔后可是蛮荒时代的人 距今至少得有马八千年 即便化成了鬼魂 也不可能在世间存留这么久吧 她有些难以置信 魔后 对 我就是魔后 女鬼如若疯癫 神经兮兮 自言自语中 又添了一抹痛苦涩 好似有些个前程往事 想记起却记不起 记起了 却又偏偏留不住 她是魔后 赵云的眉宇 已拧到了一块 她是魔后 那佛徒那位又是谁 到底有几个魔后 这回功夫 她颇想把苍穹拎过来 颇想让其好好辨认一番 究竟哪个才是真品 很显然 这个才是真的 赵云看不明白 月神却能一眼洞悉 佛 是一脉很邪乎的传承 而佛家圣女 就是这等邪乎传承中 更邪乎的一种 她乃传说中的双式身 所谓双式 便是两灵魂共存一个肉身 这位与那位曾经该是同处一体 一个修佛物禅法 一个入世度红尘 后者潜心结因果 前者负责了叶元 所成佛心乃普通佛的双倍 至于为何分离 定是一个灵魂 并弃另一个灵魂 至于为何会被并弃 无外乎一个情子吧 她爱上了不灭魔君 她欲赌不灭魔君 两个灵魂之间 一道也疏途 可不就起冲突了吗 不应该啊 赵公子处在那 还在狠狠地挠头 睿智如她 也理不清头绪 倒想找女鬼问问 但看女鬼状态 便打消了这念头 自个浑浑噩噩 更莫说与她解答 可以肯定的是 魔狱和佛土的恩怨 魔君和佛家的纠葛 绝不止苍穹说的那般 期间定还有不为人知的故事 不然 女鬼这档子事咋解释嘞 我有些猛 龙飞小声道 猛就对了 赵云很吸一口气 龙飞这早喜的 喜出一个惊世秘心呢 若非 她在这里沐浴 鬼晓得 还有这么个魔后 龙飞未回应 她又颇为郑重地 扫量了赵云一眼 瞧赵云方才 对女鬼说的那些话 便知赵云 还有很多事瞒着她 那么多人不问 赵云偏偏向女鬼寻 问魔君和魔后 让她不自觉以为 赵云对魔狱的事 魔狱的人 都颇有了解 而最让她诧异的是 魔后的尊荣 魏麻跟波惹生的一模一样 她俩 是古老的渊源 这事 她回头得好好问问赵云 姐姐我都快成鬼秘者了 你好意思不跟我说 前辈 赵云一步上前 小声叫了一句 回应她的 则是女鬼神刀的自言自语 前辈 赵云不放弃 一次又一次的呼唤 然 女鬼到了都没看她一眼 就坐在那 劈头散发双手抱息 如一个乞丐 也如一个疯癫之人 没有清醒意识 只在魂恶中低语 还得刺激刺激她 赵云心中一语 把八部浮屠搬了出来 龙飞见之 自识认得 因为这奇怪的铁匣子 就是她找到的 小日国被覆灭 暗藏的宝库被轰开 这铁匣子 就藏在一个隐秘之地 可惜 她不知为何物 莫说她 连众老被见了 也不知来历 前辈可认的她 赵云上前 将八部浮屠 摆在了女鬼面前 这一百步要紧 女鬼停了自言自语 竟那般正正看着铁匣子 除了迷茫和痛苦 这一次 她那死寂的眸中 竟躺出了两行燃血的泪 这 龙飞又懵了 铁匣子与魔后有关 事实证明 的确大有关联 否则也不会这般姿态 有戏 赵云死死盯着 眸光闪烁 女鬼竟有了多余的动作 竟是下意识地伸手 抱住了铁匣子 怕是连她自个都不知 为何这般做 只知抱着铁匣子 莫名地想哭 气不成声 晶莹而染血的泪 凄美而梦幻 染尸了那八部浮屠 哇 八部浮屠 竟也微微颤了颤 见了这一幕 赵云真正得以确定 此女鬼绝对是魔后 定认的八部浮屠 也定知其内封的是谁 正应知道 才哭得如同一个类人 而被封在八部浮屠中的魔君残体 多半也有一丝感应 八部浮屠封得住她的身 却封不住她的情 嗯 哭着哭着 女鬼默得一声低音 身为看客 赵云能清晰望见女鬼的眉心 刻了一道古老符文 那该是一道佛文 封印类的佛文 因女鬼哭泣 佛之风应自行显化 还真是佛的 杰作 赵云双目微眯 魔后的死怕是与佛有关 这道佛之风 未免太强悍 即便魔后葬灭 即便魔后成鬼魂 也一样存在 诗术者得有多憎恨魔后 要将魔后 封得永世不得超生 看到这 她一步 踏入了干枯的湖泊 她一直放在了魔后的眉心 有一缕本源躺意 要帮魔后破风 可她小看了佛之风 此封印竟是刻入灵魂的 破风便无异于杀魔后 想要破风 还得靠魔后自己 前提是 魔后得有清醒自主的意识 想到这 她翻手取了实情 她不止通无双取 也通小醒世取 用此取来唤醒魔后的记忆 最合适不过 只要有清醒的意识 剩下的都好办 至少她们能聊聊 嗯 不等她弹琴 又闻魔后低音 说低音不确切 应该已是痛苦的丝盈 痛苦的双手抱住了头 有一股可怕而狂暴的魂力 随之汹涌翻滚 当场将她撞到横翻出去 连她都如此 更莫说龙非 魔后魂力太强 震得她大口渴血 啊 魔后私营 魂力中多了魔煞 她烟红血衣烈烈 散发飘荡 眼映在魂力魔煞中 自远处看 活像一尊女魔头 即便死了 貌似生前威压犹存 朕的岛屿都晃荡 好强啊 龙非落下 神色满含震惊 一如赵云 她不是没见过鬼 但如此可怕的鬼 还是头回见 明明是魂体的状态 却偏偏有无上的威压 而且俨然已超脱天舞 静 也便是说 魔后生前是仙 至少准仙级 否则不可能有这威势 碰 不远处 赵云也轰然落地 貌似刺激过头了 魔后已变成暴走状态 的确恐怖得很离谱 仅仅是魂魄都这般吓人 那生前的魔后 岂不是能于血尊一较高下 真不亏是不灭魔君的妻子 魔君霸天绝地 她也一样 不是盖的 哄 对面 魂力魔煞肆意翻滚 其内 有一只魔煞巨成的大手 隔空抓出 自视魔后的手笔 她已失心暴走 以六亲不认 要拿身在这片天地的赵云和 龙飞开刀 走 赵云扶手 将龙飞推了出去 而她 则一步上前 一拳轰灭了魔手 却也当场被魔煞淹没 魔后的魔煞很强 染之冰冷彻骨 有那么一种感觉 如若惰身地狱 得亏她底蕴雄厚 换作一般准天境 多半已被魔煞 碾成飞灰了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937章 师祖祖地 作者 六介三道 她娘的 月下的吴明海 很是热闹 多是三五成群的老辈们 搁那扎堆骂娘 其中 有属黑玄白玄骂得最欢 老了老了 咋进撞邪乎事来 上回稀里糊涂到了一片沙漠 困了足好几个月 这一次 又稀里糊涂来了一片海域 还是走不出去 真是矮人凭有问题 到哪哪迷路 其他老辈也是这等想法 这特么傻鬼地方 哪去了 海面上 鬼面炎罗拎着小本本 独自一人溜达 在寻找公子 贴身保镖吗 得时刻知道 要保护的人在哪 可惜找了好几天没找着 不过他心情不差 修了麒麟诀 造了一条麒麟壁 感觉美美的 哄 碰 正走时 突闻震天的轰鸣 鬼面炎罗听见了 远征军强者 亦是集体测了谋 自被困在这片海域 走哪都死一般的沉寂 足足一跃了 终是听见了不同的声响 大战的动静 不少老辈登高望远 能隐约瞧见 一方有火光冲天 那么问题了 是谁在那边干仗 其中一方有击痕那货吗 去看看 散落在四方的老辈 都朝那方聚了过去 诡异的是 无论他们怎么走 那片天地 都恍似聚他们很遥远 就像是在追逐一个梦境 无法与之拉近距离 只能望见 却是追不上 移动的空间吗 鬼面炎罗沉吟 下意识地环看了一眼四方 他们在动 空间貌似也在动 此番看来 他们所运动的方向 貌似还是一致的 如此 与相对禁止没啥区别吧 能过得去才怪来 难怪出不去 更多老辈 四也察觉了端倪 而且 比鬼面炎罗看得更通透 空间移动没啥 可朝相反的方向去移动 可这片空间 移动的方向 显然没有规律 无规律可循 这就恶心了 猴年马月才能出去 哄 碰 远方的轰鸣 愈演愈烈 龙飞已顿出岛屿 不能开九尾画 他就是个累赘 而赵云 还在岛中与魔后大战 自外去看 真就是个大动静 瞧那俊俏的山峰 一座接一座的崩塌 滚滚魔煞 淹没了整座岛屿 能见其中火光四射 更有魔性异象演化 每一副都震撼着人心 破 他看时 一道金色泄光炸开 是赵云叠雪 挨了魔后的一道剑气 被劈的横翻虚空几百丈 胸前被斩出一道森然的雪鹤 他并非不敌魔后 是不能太下死守 万一一个尸首给魔后打死 魔君复活之后 不找他拼命才怪来 如今的魔后 是功高防低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他是一个魂魄 这样的鬼魂 别看威势滔天 实则很不惊打 所以他才留守 打败魔后不是目的 唤醒魔后才最主要 还只招魔后带他们出去呢 前辈 醒来 赵云霍的定身 嘶声大喝 然 回应他的 则是魔后狂暴汹涌的魔煞 本就暗淡的天色 皆被魔煞掩盖 如似一层黑幕 将这座小岛屿遮得成了一片黑暗 正 赵云未多想 当即拨动琴弦 弹奏的是醒世曲 得把魔后拽回清醒 若能唤醒魔后的记忆 那最好不过 即便魔后死了 即便只剩魂魄 但某种眼界必定还有 这片空间的乾坤 魔后 定能一眼看穿 随时都能带他们离开这 情音 古老悠扬 别说 醒世曲还真就好使 六亲不认的魔后 真就停了功法 狂暴的魔煞 也散了不少 他那嗜血的魔 又被迷茫和痛苦淹没 且还有一丝清醒 潜藏在其中 但那清醒 也仅有一丝 任赵云如何拨动琴弦 也换不行 不对 赵云皱了眉头 随之开了天眼 看过才知 魔后生前该是被人用过忘事皱 而且级别还很高 因为他的醒世曲遭了一种神秘力量对抗 在阻挡魔后记忆的复苏 般若的手扁 赵云难语 自觉这个猜测很靠谱 能抹去一尊准先级的记忆 那施法之人 即便不是佛家圣女 也定是与佛家圣女是一个级别 不然 也使不出如此恐怖的忘事咒 啊 魔后的私营 痛苦不堪 赵云看得于心不忍 倘若这真是魔后 真是不灭魔君的妻子 那就太妻离了 变得人不人鬼不鬼 若魔君见之 不知该有多心疼 纵于心不忍 他情音依旧未停 唤醒记忆 需要一个痛苦的过程 便如小黑胖子复苏神智时 就疼得呲牙咧嘴 若真能助魔后清醒 吃点苦头 还是很有必要的 帮魔后 也是帮他自己 已被困在这太久了 他们需要一人领路 嗯 岛外的龙飞 一瞬翘眉微平 还有分布在四方的老辈们 也是活得驻足 不怪他们如此 只因这片空间大世界 竟在一阵阵温温晃动 晃得骇浪滔天 也晃得他们站不稳 还有一股冰冷的气息 缓缓复苏 阴气 黑旋见了 老魔不由微秘 没错 是阴气 四面八方皆有阴气缭绕 也不知从哪冒出的 只知气息冰冷不堪 莫说地藏境 准天静如他们 都忍不住打寒战 这就诡异了 好端端的 哪来的英明之气 下面有东西 白旋乍然一声 何须他说 太多人也都瞧见了 因为下面的东西 已出来了 啥东西来 是一座座古老的石棺 一座接着一座的 从海面拔地而出 那画面 看得鬼面阎罗 都到抽口冷气 这是一片藏尸之地吗 怎地这么多的棺材 是城棺树 有老辈思汗 一话道破了秘心 这般一说 所有人都惊了 阅历都不浅 都知道城棺树是啥 乃师族 传承的秘法 师族与人干账 基本都会兜城棺树 以召唤师傀 他们都见过 但如此数量 如此规模的城棺树 他们还是投回剑 谁在操控 老辈们的谋 都极尽地微眯 只瞧见棺材了 都为瞧见操纵者在哪 这是 师族祖地 鬼面阎罗深吸一口气 谋中精芒闪射 对 肯定是师族祖地 否则不可能有 如此超大规模的城棺树 当真如此 那就太扯淡了 纵观天下 基本无人知道 师族老巢在哪 其中也包括他们罗生门 因为师族的祖地 藏得真是太隐秘了 如今看来 找不着就对了 鬼晓得师族祖地 竟是一片移动的空间大事件 他们中奖了 误打误撞 竟撞进师族的老巢了 老实说 这可不是啥个好消息 既是师族祖地 定底运雄厚 瞧这一大片挨一大片的石棺 便知强者有多少 搞不好师族也在此 快回吴明岛 黑旋白旋当即下令 听了命令 散步在外的人集体后撤 不止要撤 还得撤快点 回了吴明岛 他们还能衣衫聚首 若在外面 那就是妥妥地被群殴 赵云 这边 龙飞已踏入岛屿 省市曲已停 赵云正立在一座山巅 环看四方 脸 色颇为难看 显然已看出 这是啥地方 大夏远征军 中奖了 一把肝道师族的老巢 尴尬的是 他至此才知 也怪这空间界太玄傲 根本瞧不出破绽 如今一瞧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满海皆拔地而出的石棺 数量之多 连他都头皮发麻 这一脉传承 究竟扒了人家多少祖坟 呱 很快 大鹏一飞冲天 直奔吴明岛 魔后也在 听了一首醒世曲 此刻沉寂的下人 某有迷茫色 神情依旧那般痛苦 醒世曲是有效的 但欲唤醒神志 显然还不够 赵云缺的是时间 多来几次醒世曲 魔后自然醒 可这个结果眼上 失足不可能给他时间 看这么多的棺材 便知这里 藏了多少失足人 尽心细数 数量约莫得有几十万之多吧 若这也是一支军队 那这支军队的兵力 是远超大下远征军的 使他低估了失足 真会找地方 找了一片移动的空间大事件 他想知道的是 失足是否也在此 还有 失足是否知道 魔后也在这片空间界中 在他看来 失足知道的可能性不大 否则以失足这般大阵容 不可能拿不下一个 魂魄状态的魔后 真若如此 魔后就藏得太深了 好多棺材 龙飞脸色苍白 穷尽目立环看四方 入目所见 皆是一口口古老的石棺 一口口的屹立在海面上 恍若行军打仗时的一个个方队 排列得很整齐 而且阵容浩大无比 不亏是失足足地 就这阵容 纵个王朝见了 也不敢轻易招惹 除此 便是阴气 无名海誓了清明 已被冰冷的阴气笼罩 即便他们飞在天空 也恍似跺身在了九幽黄泉 从外道里 冷得灵魂都忍不住的打寒战 好精纯的气血 冰冷枯寂的话语 莫得响起 寥寥一语 短短几字 听到人之情感 像是一句死尸在说话 且话语飘渺 寻不到去源头 只知听了此话 心神都因之恍惚不堪 还真在这 赵云眉头微皱 脸色又难看一分 说话者 定是失足的失足 那句话中的意韵 是骗不了的人 对方绝对是天舞镜 且非一般的天舞镜 此刻 正在黑暗中盯着他看 所谓精纯的气血 说的便是他 谁让他身负一种逆天的血统呢 今天两章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938章 师祖 作者 六界三道 呱 大鹏思教 如一道金光 横插天宵 然 无论他非得 有多高有多快 都逃不过师祖那句飘渺的话 宛若一道魔咒 刻在这片充满阴气的暗黑世界 一遍又一遍的响彻 正 赵云提戒而立 眼观四面 耳听八方 师祖的道横 比他想象中还要高 至今都寻到其声音的远处 只知 师祖一直在暗中盯着他看 看得他通体都发凉 连他都如此 更莫说龙飞 亦是提戒而立 与赵云背对背 警惕地望着四周 最沉寂不过魔后 他静静坐在那 独自一人发呆 依旧绣发散乱 如一具冰雕 纹丝不动 赵云曾看了一眼 他知道魔后很强 但这个状态的魔后 着实不容乐观 能否参战还两说 即便参战 即便与师祖单挑 魔后也不可能是对手 只因他是一个魂魂魄 根本没有肉身抵运 赵云 龙飞沫的一语 翘眉微平 无需他提醒 赵云也已有察觉了 但闻前方虚空 阴气翻滚 剧成了一片阴气的海洋 有骇浪翻滚 有厉鬼哀嚎 已朝着淹没而来 破 赵云一鹤铿锵 雷神怒与五魂城共鸣 雷霆之声乍现 恐怖阴波一瞬正面 阴气海洋 然 阴气并未消散 还是那般缭绕朦胧 幌似来自地狱的气 冰冷枯迹 冻得虚空都结了寒冰 阴气掩映深处 有一道人的雏形 如风碑般挺拔 看不清尊荣 只知很古老很强大 威压着天地 不用说 那便是师祖 要不咋说是师祖的扛靶子 气场就是强 连横插天宵的大棚 都被其威势顶得飞不动 无奈 只得在虚空盘旋 阴谋满含着忌惮 天舞巅峰 赵云一声难语 如此强的后辈 老夫已有多年未见过 伴着悠悠的话语 师祖一步步走出 许是威压太强 也许是身体太沉重 每一步落下 都踩得虚空轰隆 极可怕的气场 压得那片天空 都直欲凝固了 早闻前辈威名 闻名不如一见 赵云弹道 师祖很强 比他想象中更恐怖 能统领师祖 果然不是盖的 不过 他也不是那般好拿捏的 师祖再强 也强不过血魔一脉的王 即便是天舞巅峰 他依旧是凡人 与准仙级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哄 师祖最后一步落下 终是定身 至此 赵云和龙飞才见其真容 面容惨白 就像是一句死尸 枯记的谋 冰冷的死记 无论是神态还是谋光 都寻不到人之情感 这样的人 莫说与之直视了 紧紧躲在暗处偷去 都忍不住心颤 师祖不语 老谋威逆了一下 看过赵云 他目光落在了魔后身上 若未看错 那是一只鬼 而且 还是一尊准仙级的鬼 先前竟毫无察觉 直至到了这片天地 才隐约看出 由此可见 那女鬼道横有多高 先天屏蔽感知吗 今日注定大风烧 师祖笑了 死记的眸绽放了火热的金光 一个逆天级的血统 已足够他欣喜 不成想 竟还有一只准仙级的鬼 无论他吞了哪个 都将是一场造化 若机缘足够 他或许能踏出那半步 问鼎仙境 他的笑 印证了赵云的猜测 就说吧 师祖不知魔后在吴明海 若早知道 不可能无视地 以师祖的阵容 以师祖的战力 没理由拿不下一个 已成为魂魄的魔后 还有 师祖并不认得他 这便证明 师祖已有很久 未出吴明海 为啥这么说嘞 他自有依据 但凡涉族世间一两日 都不可能不知天宗圣子 因这段时间 他真的很火 火得都快烧着了 有关他的画像 早已传遍了天下 稍有有点阅历的午休 都认得他 正看时 屹立在海面的一口口石棺 棺盖都倒了下来 每一口石棺之中 都走出了一尊师馗 真灵级到准天级皆有 数量级庞大 排列成了方队 那就是一支军队 由师馗组成的军队 就这 还不算操控他们的师族人 若是全部加起来 阵容会更加吓人 一个不留 师祖弹道 下了朱砂的命令 朱砂谁呢 自是朱砂在吴明岛的 大下远征军 十万人的军队 便是十万人的肉身 都可练成师馗 他师族尘封多年 在解封这一日 大下竟送来这么一份厚礼 令下 黑压压的师馗大军 自四面八方 扑向吴明岛 起阵 一回吴明岛的黑旋 一声爆喝响彻天地 十万大下远征军 当即排兵布阵 架上了弩车 如临大敌 他们遭遇的 可不就是大敌吗 误打误撞 进了师族老巢 无论兵力战力 皆全方位压制 真要硬钢 十万大下远征 军 会全军覆没 轰 轰隆隆 这边 赵云和师祖 还在对峙状态 气势地对抗 撵得虚空一阵阵翁颤 赵云还好 魔后也还好 倒是大鹏和龙飞 无比的压抑 还要负于顽抗 师祖弹道 话落 虚空又是一颤 师祖的左右两侧 皆有两口黑石棺 凭空拔地而出 蒙满了灰尘 杀鸡烟用牛刀 师祖懒得出手 也不屑出手 这等小场面 师葵完全可待劳 龙飞看得翘眉紧锁 那是陈关树 他自认的 让他皱眉的是 四口黑石棺的气韵 那是一种天舞的气韵 也便是说 每一口黑石棺中 都有一尊天舞级师葵 不愧是师祖的王 师祖果然大魄力 竟是一人操纵了 四尊天舞师葵 翁翁翁 他看时 有两口黑石棺 竟又沉了下去 这是赵公子的杰作 用了反尘关树 但他道横有限 只能沉下两口石棺 即便如此 也足够师祖诧异 自四尊天舞师葵 祭练出来 还是投回遭遇 这等尴尬局面 这个小五修 竟能反他尘关树 也无妨 两尊天舞师葵 足够收拾他们 伴着轰的一声响 左右两口黑石棺的棺盖 齐齐歪倒了下来 皆有一人走出 接身披铠甲 落地踩得虚空轰隆 是天舞师葵无疑 第一魔将 赵云南宇 盯住了左边 那尊天舞师葵 乍一看很面熟 仔细一瞅 他还真见过 见过其画像 乃魔君坐下第一魔将 也便是魔土一脉的老祖 八千年了 第一魔将 竟还有完整尸身残存 竟与第九魔将一样 被尸足到了肉身 被炼成了一尊尸魁 下一世间 他看了一眼魔后 魔君坐下第一魔将 身为魔后的他 不可能不认得 的确 魔后认得 赵云看他时 他已站起了身 哭泣的美眸 又多了一丝迷茫 迷茫地看着第一魔将 他生前 好似见过那个人 莫名地熟悉 莫名地亲切 像一个一世万年的亲人 赵云看了 心中一声叹 一个魔君妻子 一个魔君坐下大将 皆是不灭魔君 最亲最爱的人 他是魂魄 不计前程往事 他是尸魁 没有活人意 至 时隔八千年 竟这般相见 有一种悲凉 是难以言喻的 若魔君在此 不知该有多心痛 曾经霸天绝地的魔狱 竟落得如此凄惨下场 哄 碰 天舞狮魁动了 一左一右攻来 无甚密法 简简单单的一拳一掌 都有邪有辉弘之势 简直 赵云一步踏出 比他更快的是魔后 如鬼魅一般 自他身侧掠过 直奔了第一魔将 虚幻的御守 隔空拍出 竟是一掌将第一魔 轮到了九霄云外 师祖看得都皱眉 这尊准仙级的魂魄 果然够强大 但他不惧 纵是再强 也只是一个魂魄 没有肉身做根基 打天舞狮魁还行 对上无缺的天舞 就远不够看了 女鬼越是强大 他便越兴奋 将其吞噬了 必能杀至仙境 好 龙飞强开九尾化 对上了另一尊天舞狮魁 九尾很虚弱 借给龙飞力量 也是强行为之 撑不了多久 争 而赵云 攻向的则是师祖 一剑冠长红 九尾宿主 师祖瞥了一眼龙飞 认得那个状态 至于赵云的一剑 他只伸了两根手指 以他天舞巅峰的修为 可轻松加住剑尖 可轻松卸掉剑上之威 可惜啊 他小看了这个准天境 短暂的一瞬 赵云开了金发状态 仙力澎湃 雷电撕裂 战力极尽加持 剑上之威 也瞬间增强至巅峰 可怕的剑翼 催枯拉朽 你 师祖色变 惊异赵云的战力 也惊异赵云的操作 玩也太花了 一瞬示弱 让他放松警惕 又一瞬战力全开 极尽加持剑之威 而其剑翼 强的 沿他心静一颤 一个准天境 对剑的参悟竟如此之高 正因为料到 他才猝不及防 伸出的两根手指 夹住了剑尖不假 却为卸掉剑威 他的眉心 被剑一破开 愣给他戳了个血窟窿 很好 师祖一声冷哼 天舞巅峰的气势 轰然呈现 一击震翻了赵云 而他 则如影随形 枯灭的意志 引有死寂之光 也要给赵云的眉心 戳一个血窟窿出来 以消心头之恨 哄 赵云获的定身 也是一瞬消失 既然师祖不认得他 那他有必要让师祖 见识一番 和为顺身绝杀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939章 可怕的抵御 作者 六戒三道 破 血光乍现 师祖的一条胳膊 被赵云一剑卸下 天眼顺身是很霸道 只可惜 他没能绝杀师祖 好歹天舞巅峰 哪能没守护秘法 逢遭绝杀守护避险 哪一种诡决力量 流转于师祖体表 强行挪开了他的一剑 不然 被一击卸下的 可就不是胳膊 而是其头颅了 即便如此 也足够师祖难受 胳膊被卸了一条 换谁谁不疼 顺身 师祖定身 死祭的脸庞 多了猙獰之色 他是尘封太久了吗 世间竟出了这么个妖念 同时期的红冤 与之相比 都望尘莫及吧 紧这一手顺身绝杀 一般的天舞就防不住 猙獰之后 他舔了舔心红舌头 他之心境 一如方才 对手越强 他就越兴奋 带捉了这小午休 他能榨出很多秘心 就辟如顺身之法 除此 还有仙之力和血脉本源 任何一个都堪称逆天造化 大罗天手 赵云以灯灵九霄 一掌从天盖下 师祖一声冷哼 一指滑出了一道湖光 轻松劈开了临天大手 随之 便是一片阴气俱成的海洋 从天汹涌 淹没了赵云 破 赵云一鹤吭腔 一剑劈开 如蛟龙一般 腾身而出 迎面 便撞上了师祖 这老家伙的眉心 竟已愈合 且还开了第三眼 并非天眼 该是一种秘术 有一道血芒 自内斩出 破 赵云瞬间叠血 胸前 被劈出一道沟壑 挨了一击 哪有不还回去的道理 他一心分二用 以魂欲雷 成一道雷光剑芒 也以魂欲动玄黄之气 凝炼成一道紫色剑气 雷光剑芒霸道 一击批翻了师祖 紫色剑气一不俗 给师祖的胸口 又来了个血窟窿 定叫你生不如死 师祖怒了 他振臂一挥 由两头巨龙 自内咆哮而出 通体乌漆漠黑 与子觉老道的血煞龙 颇为相像 只不过 师祖这两头龙 是由阴气凝聚 赵云不惧 仙力汹涌 加持在龙渊剑上 剑体翁颤 无限延伸 成一把奇长的光剑 斩了第一龙的头颅 扑 第二龙更惨 被他一脚踩的崩面 施法 魂迹 师祖冷斥 单手掐了硬绝 随他化落 一口虚幻的巨观 从天而降 赵云避之不及 当场被罩住 棺材诡绝 其内语英明火焰 燃烧 无视肉身 砖烧武魂 烧得赵云呲牙咧嘴 武魂一阵阵聚颤 魂力被瞬间燃灭大片 风 师祖驾铃 一掌按下来 掌指间有密纹流转 掌心处有符文刻画 要印在虚幻巨观上 要以此加持魂迹的威力 强行炼化赵云 困我 赵云眸光如炬 开了护体天罡 外加一道神龙百尾 天罡赵霸裂 强行撑破了虚幻巨观 神龙百尾一霸道 方才杀之的师祖 被一个龙尾甩的闷哼吐血 诸仙诀 赵云一步追来 打出了一道诸仙诀 师祖还未定下身形 便被诸仙诀命中 又是一道森然的血赫 师祖人不善斗战 果然不假 即便是师祖 也一样 是这类人 操控师魁他在行 与人正面干仗 他就差点意思了 乍一看逼格满满 实则 斗战心境很尴尬 你该死 师祖劈头散发 彻底震怒 竟是开了一道竞法 眉心有英明之文刻出 气势大涨 战力暴增 翻滚的阴煞之气 笼罩那片天 来 赵云不耸 银番冲了上去 杀 师祖抱贺 席卷滔天 阴煞而来 轰 碰 轰 两人一东一西 开了秘书的对轰 逢这景象 必是个大场面 仰头去看 刀芒见光 掌印全影 漫天皆是 碰撞出一片片刺目火光 更有可怕的光运 朝四方无限蔓延 撵得虚空阵战 也压得大海波涛翻滚 同样的轰声 其他方向也有 吴明海的大战 俨然已分成四个战圈 赵云对战师祖 九尾龙飞对战天舞师馗 魔后对战第一魔将 而吴明岛便是第四个战场 黑压压的师馗大军 已将岛屿围了 一方攻打一方巨手 站得热火朝天 杀死你们 老辈们颇亢奋 一辆辆弩车摆得整整齐齐 主要是数量庞大 大夏远征郡吗 是奔赴东海作战 何止战斗力凶悍 装备也是无比精良 为了覆灭小日国 赵云不止从各方抽掉了强者 还抽掉了弩车 人手一辆 足十万之多 十万弩车集体开设 那就是满天满地的狂轰乱炸 攻来的尸溃 成片成片 得被炸成飞灰 迟早被耗死 鬼面阎罗也在 握着个望远镜 穷尽目利还看四方 尸溃大军的兵力 是绝对碾压远征军的 这还只是些尸溃 那些操控尸溃的人 至今还未参战呢 若全都压过来 有弩车也不好使 修炼好资源 打仗更好资源 强弩用一杆 便是少一杆 可不是无限攻击的 带没了弩车的优势 带尸溃攻入岛屿 那才是真正的血战 是否全军覆没他不知 但绝对伤亡惨重 所以 他们需要一张更大的王牌 嗯 也就是某人的天节了 今天是个大场面 在尸族的老巢来一场天节 该是很热闹 擎贼擎王 灭了尸族 和那些操纵尸溃的人便好 这场大战 便算是赢了 说到赵云 他急尽找寻 许是距离太远 他看不太清 只知远方那片虚空 阴气肆虐 火光冲天 乃尸族与赵云的大战 其他两个方向 也站得如火如荼 他在看 操控尸溃的强者们 也在看 他们距离不是很远 能隐约瞧见 正因瞧的剑 才满目骇然 他尸族的老祖 竟站不过那个准天境 非但站不过 还被打得很惨 在他们记忆 尸族除了被大夏洪渊 揍过一次 还从未这般狼狈过 那人是谁 尸族强者多皱眉 是他们尘封太久了吗 不知事事 世间竟冒出了这么个妖孽 战力也强得 未免太离谱了 准天境对巅峰天舞 竟还占据绝对上风 虽是惊异 但他们并无担忧 此乃尸族祖地 莫说一个准天境 纵大夏洪渊来了 一样走不了 千万别小看他们尸族 否则后果很严重 待收谋 他们又多挥剑 摇指无名岛 他们的任务 便是拿下那座岛屿 诛灭岛上的人 破 又一道泄光 于虚空勾勒 是尸族又遭重创 被赵云一道剑气 剖开了胸膛 斩断了几根肋骨 这尊天舞镜 战力虽不尽人意 但抗奏能力 却超乎赵云想象 挨了那么多杀生大树 还是阴煞滔天 果然 还是应了那句老话 打败天舞荣义 诛杀天舞男 啊 尸族丝毫 该是被打毛了 竟又开了禁术 此番禁法 战力增幅更强 尸族的头发 都化成了血色 给吴吞 尸族一鹤震仓 穷 演出了一道庞大的漩涡 漩涡乌黑一片 剧烈运转 极尽吞势力 强得让赵云都无法抗拒 一个没站稳 被吸入了漩涡中 其内雷电撕裂 刺拉刺拉作响 惰身其中 战都站不住的 得亏赵云肉身强悍 能抗住撕扯之力 换作一般的准天境 一瞬便会被撕成碎肉烂骨 哄 天宗的圣子 并非浪得虚名 纵被吞了 一样能顿出来 一道霸刀劈天斩 强行劈开了漩涡 破 师祖喷血 登登后退 该是遭了一道反噬 趁他并要他命 赵云踏天而来 一剑风雷绝 催哭拉朽 然 不等他命中师祖 便见迎面一道乌黑的剑气 驯如闪电 且待锁定之力 没时间躲避 他也避不开 被一击劈翻 鲜血横流 还没完 不等他定身 斜侧方向 又惊现一道蟹芒 此血芒比乌黑 剑气更快更锋利 当场斩了 他一条胳膊 依旧没完 乌黑剑气和血芒之后 还有一抹白色的光 轻松洞穿了他的胸膛 所携带的沙翼 还极难屈灭 窜入他体魄 一阵胡乱批斩筋骨 三计重创 险些要了他的命 同样遭重创的 还有龙飞 巍峨如山的九尾化 被一只大手 生生打得崩灭 其次便是魔后 不知挨了谁的一击 魂体稀薄不少 还有天舞镜 赵云可血 亮呛一下才站稳 如他所料 还有天舞镜 西南北三方 皆阴气滔天 皆有一人走出 虽非诗魁 却面如死灰 枯记得谋如深渊 寻不到人的情感 许是沉睡太久 尖头还染着灰尘 可怕的威压 碾得天地动荡 谁说师祖 就只有一个师祖 师祖有四个师祖 皆为天舞镜 而赵云所站的 还是最弱的那一个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师祖竟有如此强横的抵御 若非亲眼的剑 他都不敢相信的 莫说他 纵大夏洪渊 也未必知道这个秘星 这般恐怖 怕是除了个大王朝 没有哪一方势力 能扛住他们的功法 要知道 他们不只有四大师祖 还有一只可怕的 师傀大军 这么一股势力 竟特么藏在吴明海 这若出去作乱 那便是天下大乱 得动天节了 赵云心道 如此局面 不动不行了 打一个天舞都费劲 更莫说四大师祖 本章完 《永恒之门》第940章 《洞底牌》 作者 六届三道 碰 碰 吴明海 碰碰作响 缓慢而有节奏 仔细去聆听 才知是人走路的声音 许是威压太强 也太可怕 乃至每一步落下 都踩得虚空轰隆 自是三大师祖 可谓逼格满满 赵云先前抱锤的那尊师祖 也站稳了身形 他面目凶恶 笑得也猙獰不堪 他师祖的其他师祖都出来了 颇来底气 一人打不过 那便来群殴 四大天舞 不幸弄不死你压的 四大师祖 分裂东西南北 他们气势相连 压得忠心 虚空电闪雷鸣 四四尊天舞 身在吴明岛那边的 大夏远征郡 集体震惊 连鬼面阎罗见了 都顿得一阵 都知师祖的师祖 是一个狠人 从未想过 师祖靖特们有四个师祖 仅此一点 就绝对碾压罗生门 绝望吗 还在操纵 师馗围攻岛屿的师祖强者 揭露了森白牙齿 无人反驳 大夏远征郡的心 已是拔凉拔凉的 真不愧是师祖 也真不愧是师祖老巢 底蕴果是够强够霸道 不说师馈和师祖强者 仅四尊天舞 就足够他们震撼 便如四座巨月 压在了他们心头 他们何止是中奖了 中的还是一个超级大奖 不出意外 他们怕是要黄泉路上一室游了 赵云不语 只看了一眼龙飞 龙飞自懂她的寓意 拖着燃血郊躯 跌跌撞撞地走下了虚空 因为赵云要开准天境天劫了 如今这个局面 俨然已是一个死局了 需一场天劫来破局 在渡劫之前 清一清场子 还是很有必要的 扑通 龙飞一路堕入了大海 寻到了昏厥的魔后 她带着魔后于海中前行 偷摸顿出了那片天地 畏去无名岛 因为那边打得也正热闹 移动的空间大界已然停了 去边缘最合适 事实上 她的顿走 四大师祖都看得清清楚楚 只不过 四大师祖压根没搭理 只盯着赵云 在他们看来 这小子才是个宝贝疙瘩 至于无名岛的小虾密 至于大厦的公主 和那个准仙及武魂 待会收拾不迟 此乃师祖阻地 除非他们开静止 否则谁都出不去 跑 你使劲跑 能跑出去 俺们跟你姓 束手就擒 免得遭苦头 第一师祖弹道 怎么 要四打一吗 赵云说着 还是微不可查地 看了一眼龙飞 事实证明 她一直拖着天结不度 是很明智的选择 若早早浪费了天结 那她今日 便必死无疑了 包括十万大厦远征郡 包括大厦公主 魔君妻子 天字杀手 都会一块葬身 正 她挥剑虚晃了一招 转身便跑 是想与龙飞和魔后 拉开更大距离 第一次度准天结 不知范围有多大 可不能让自家人遭殃 她顿走的方向 很有考究 她是奔着第四师祖那方跑的 所谓第四师祖 便是她先前抱锤的那一个 按排名 鼠那或最弱 四大师祖 她可不就排名老四吗 你走得了 第四师祖咬牙切齿 一掌隔空拍出 赵云不惧 一记汉天破了大手 连第四师祖 也一并轰翻出去 为此她也挨了一击 她被第二师祖意 剑命中 几倍被斩出一道剑痕 赵云为理会 越过第四师祖 直奔东方 四大师祖连妹 素如惊鸿紧追不放 一边追一边打 又是刀芒剑光满天飞 滚滚的阴煞 演了浩瀚星空 所过之处 连翻滚的海浪 都一寸寸冻成了冰炸 留下 第三师祖冷哼 眉心开了第三谋 这是一只天眼 格外妖异 瞄准了赵云 竟是来了一个换位 开盾的赵云 瞬间被调换了回来 本是在逃盾 瞬间落入了包围圈 正 未等站稳 第一师祖便杀志 血光乍现 赵云胸膛被戳出一个血窟窿 滚 赵云一声冷喝 以魂欲雷电 斩退了第一师祖 第一师祖谋有诧异 先前只是观战 还暗骂过老四师的废物 竟连一个准天镜都拿不下 如今挨了赵云一击 才知这小子的强大 在他看来 应是血脉的加成 还有金发的状态 也极其的霸道 破 他惊异的一瞬 赵云又跌血 乃第二师祖的功法 凝炼英气为剑气 险些把赵云声劈了 疯 第三师祖冷翅 一掌压的赵云一阵裂剑 然 这等级别的封印 还压不住天宗的圣子 一个神龙摆尾 强势甩翻 恰逢第四师祖杀到 撞了个板板整整 被鱼威阵的倒退 正 第一师祖又杀到 又是一指 这老家伙的一指神通 的确够强也够霸道 方才挨了他一指 赵云此刻还呲牙咧嘴 因为那一指杀意 还在他体内作乱 压都不压不住 而如今 这一指 更甚方才那一击 极尽锁定 他很难躲过 即使躲不过 自得找个人挡枪 他失了一天换地 与第三师祖换了位置 破 血光盾的蹦射 第三师祖当场跌血 本该赵云挨的一指 被他挨了 老实说 感觉不太好 你该死 第三师祖暴怒 翻手 拿了一面乌黑的镜子 乍一去看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一面魔星镜的呢 但这玩意儿 可比魔星镜恐怖多了 镜子虽小 可其绽放的乌光 却普照了那一片天地 破 照云受窗 被黑镜照得吐血 镜子的光芒 每一道都颇巨洞穿力 无视护体真元 直攻体魄 不过 第三师祖 貌似也好不到哪去 用那黑镜 好似消耗非常巨大 气势竟跌落了一个境界 老连也多了一丝苍白 方才是太震怒 慌不择物 乃至于选了一个功法武匹 却也消耗巨大的物件 镇压 第一师祖 一语哭忌 单手掐绝 其他三尊师祖也一样 结了同样的硬绝 嗡 顿的 乾坤一阵晃颤 还是一口庞大而虚化的棺材 被四人演化出来 赵云刚站稳 便被困在棺材中 棺中阴气肆虐 电闪雷鸣 有那么一种冰冷的含义 窒息他的灵魂 总觉堕入了地狱 总觉被一只只厉鬼 死死盯着 这都没啥 四大师祖联合施法 岂是那般简单 让他心记得 还是一种炼化之力 成一片乌黑烈焰将他淹没 他澎湃的真元先利 磅礴的血脉之气 尽多不敌炼化 成片的磨面 给我开 赵云眸光如炬 一拳轰在了棺材上 其后棒的一声响 如若金属碰撞 震得赵云可雪 他不信邪 打一拳之后 又一剑斩了出去 还是金属碰撞声 别看是虚幻的棺材 却无比坚硬 或者说 坚硬的 事关流转的密纹 是先级的密纹 无论是权威还是剑意 皆被一瞬卸掉 而且竟还带着一种反伤 两次攻伐 他非但未能破开 凡把自个伤得不轻 肯定不跑了 第三师祖宁笑 已想好如何折磨赵云了 第四师祖 比他笑得更猙獰 如厉鬼般森然 想死 没那么简单 赵云没搭理 会很自觉地拎出了石琴 若连石琴都破不开 那就只能请这四位遭雷劈了 先家之物 见了石琴 四大师祖的谋 都格外璀璨 都不傻 都知那是好东西 绝对正宗的仙物 而且 非一般的仙物 四人看时 赵云轮动石琴 砸在了棺材上 声音很好听 但这一击 貌似不咋好使 震得他手臂血骨淋漓 他的一声惊叹和嘖舌 是送给四大师祖的 四大天舞联合施展镜法 果然不是摆着看的 任何一尊准天镜 被封在里面 都必死无疑 哪怕是一尊无趣的天舞镜 便如子觉老道那种 也未必能走脱 吾会将你炼成尸馗 生生世世 都匍匐无的脚下 还是第四师祖 露了一抹最凶残的笑 其他的三尊师祖 略显低调 可那枯寂的眸中 却满含贪婪 是要将这小子炼成尸馗 但炼成尸馗之前 得先将其底蕴炸得干净 哄 回应他们的 则是一声雷鸣 四人听了 下意识抬眸 入目便见乌云翻滚 云中电闪雷鸣 那每一道闪电 都写有毁灭之威 不止刺目 看着 都忍不住的心颤 天结 四大师祖 集体色变 绝对没看错 那绝对是天结 上苍的意志 是人无法模仿的 即便他们都是天舞镜 也一样惧怕天结 那等雷电 是真正毁灭的 那么问题来了 这是谁的天结 四人都盯住了赵云 很明显是这货的结 正因看出了 他们才震惊 这个小子 竟然还没度准天天结 每一度天结都这么猛 他们真是尘封太久了 这究竟是 怎么个妖孽啊 天结 同一瞬间 无名岛那边 也传来惊一声 大厦远征峻 自是知道 知道那是 鸡痕的天结 众人毫不意外 已是死局 是该亮底牌的时候了 去看尸族的强者们 脸色就贼难看 这 可是他们尸族的祖地 加上尸魁得有几十万人 在这渡天结 开 赵云的一鹤 有天结加持 想满无名海 这逼格够圆满 他也的确有着底气 随他话落 雷从天而降 连石琴都砸不开棺材 被雷电轻松劈开了 镇的四大师祖 闷横翻飞 碰 赵云一步登陵九霄 持剑指天 引动了亿万雷霆 天乏 雷霆万君 他这一语 的确有雷霆万君之威 见落 亿万雷霆从天而下 笼罩了那片天地 躲开 第一师祖抱贺 第一个顿身而走 又何须他扎唬 其他三大师祖 也跑得贼快 真是低估对方了 镜他娘的还藏着天结 这个惊喜让他们措手不及 瞧着天结之威力 比他们见过的所有天结都强 强的让他们狼狈逃窜 不敢硬汉 天结是公平的 啥样修为的人 便会遭啥修为的天结 除非被动阴结之人 是与那小子是同级别的妖孽 否则 谁敢在他的天结下随意溜达 轰 轰隆隆 亿万雷霆批落 四大师祖跑得快 但雷电更快 皆无一幸免 都被批得板板整整 莫说受重伤的第四师祖 就连最强的第一师祖 都瞬间皮开肉战 在天结这 啥个修为啥个底蕴 通通是摆设 破 同样受创的 还有赵云 此乃他的天结 第一个被批的便是他 如黄金融住的肉躯 瞬间染血 但他钢筋铁骨 完全扛得住 非特殊天结 根本就要不了他的命 所谓特殊天结 他是遭遇过的 便如魔玉遗址的圣兽天结 很强很霸道 差点给他劈成飞灰 拿跑 赵云的冷翅都带着雷霆 震得天穷晃动 四大师祖不敢抗雷 飞身后盾 他则拎着剑 在后玩命地追 他过去不要紧 天结如影随形 师祖也并非怕他 怕的是他的天结 见了漫天雷电 天舞威严 瞬间荡然无存 啥都比不了逃命要紧 真他娘的剑鬼了 尘封多年 解封这一日 竟有人在祖地渡劫 遇见飞仙 杀至一片虚空 赵云又挥剑摇指下方 顶着天结洞遇见飞仙 绝对的大场面一个 临天而下的剑气 接受天威加持 每一道都有雷电环绕 如剑鱼也如雷雨 摧枯拉朽 四大师祖又遭殃 被斩得血骨横飞 天舞精又如何 见了天结 一样脆弱不堪 如我该死 四大师祖的怒骂 说最狠的话 但最悚的是 嘴上骂得欢时 脚上也不闲着 亡命地逃窜 那小子太妖孽了 乃至他的天结也恐怖 有些天结 他们敢去硬炕 但有些天结 那就不能往上凑了 该死 同样在怒骂的 还有师族强者 并非所有人师族强者 都解了封印 其中还有不少在尘封之中 恰巧赵云路过 恰巧入了天结的范围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遭了雷劈 除了有限的几个 其他都葬在了天结中 被雷电声声劈成了灰 更有甚者 还未等解封 还在沉睡中 便被天结送入了鬼门关 那是个吓人的场面 天结之下 是一场场的血结 翻滚的海水 都被染成了星红 鬼晓得 下面藏了多少人 如今都被天结逼了出来 成片成片的葬面 本章完